全油管最快新闻,以色列第一夫人米歇尔·赫尔佐格透露, 他的一个儿子正在加沙与哈马斯作战,与他失去了联系。 他表示这段时间很艰难,对所有以色列士兵都心细忧虑。 之前有报道称,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侄子在战斗中丧生, 但尚未得到官方证实。 此外,内塔尼亚胡的前任幕僚长耶希尔·莱特的儿子也在行动中丧生。 内塔尼亚胡向耶希尔·莱特表示哀悼, 以色列一直在加沙地带进行地面行动,希望所有士兵能平安归来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